全靠我和一個發夾 就知道一群馬車原來是情敵 阿車 不過他們知道大家是情敵 只是昨晚的事 就是說,馬車不會為了情而殺索利 其實很簡單… 這麼簡單 兇手就是烏冬 我先說, 什麼事? 七妹好帥 我來, 綺仔, 你說 其實這群姐妹這麼好感情 就不可能是殺人兇手 兇手一定是烏冬, 而她的殺人… 動機就是疏忽你知道自己被烏冬騙了 然後就上天台和她理論 你一言, 我一言 然後烏冬就把你抹到疏忽下樓 還要求寫一個藝卦 我想的, 可不可以 你想嚇死人嗎?你怎麼在這裡? 我昨天回家的時候 看到她喝醉在街上 那你就拖她回來 我想跟你說, 不過你睡得不省人時 那你就拖了她去偵探社 是呀 你這個死機尖鴨, 我要將你碎屍晚斷… 你替我這麼大手, 她殺死你爸爸嗎? 嚴重點 她殺死你媽媽 還嚴重點 一定是她弄滿了你的髮型 她搶走我的女神, 舉陽 她現在眼尾都不殺我一夜 沒了… 不用了, 媽媽 你們剛才說曾舉陽罵那些姊妹不顧名聲 但是反過來就和烏冬在一起 第一個發現死者的人 根據我多年的經驗 很多時候都會拆喊捉賊 你先別碰頭埋巡了 你去警署找曾舉陽的口罩來看看 是 你任由我死, 我已經心何戀 我不是妨礙你去死 不過你想想 如果我們查過曾舉陽不是兇手 那烏冬就是最大懸疑 如果烏冬他是兇手 那曾舉陽是不是很危險? 我知道了 舉陽因為被烏冬要業 所以才這樣對我 是… 如果我把烏冬拉了, 那就是我扣他藥 那就是我和他藥在一起 是… 我們倆去雙宿雙寫八子千孫 是… 做不做雞爺? 做 我早點來喝 謝謝你 恭喜你 快點去吧 是… 好, 曉禮, 曉禮, 曉禮 等我, 沒問題… 找到了 花 我被你嚇死了, Sir 你在在樹幹什麼? 我打算拿一份檔案, 你看一看 現在你第一天當警察? 明知道檔案失業的批准才可以進來 現在還拿走, 是不是想紀律處分? 不是, Sir 其實現在我的女朋友隨時有危險 我打算拿蘇芙妮的檔案給警察看 讓她替我女神查出真相 你不早說 你還沒發現 我沒理由早就告訴你 邏輯好像不太對 你明知道什麼要, 你趕快跟我說 讓我立即拿給什麼 別聰明 對 當時鬼頭用槍指著我 我跟鬼頭說, 別用槍指著我的頭 為了什麼, 那個檔案我老硬的 說完了沒有? 剛剛說完了 拿個檔案來看看 我差點忘記了 謝謝 為什麼Sofre你死的時候沒穿鞋呢? 會不會留在天台? 不會 不會, 當時我去到現場 天台只有鹽曬魚肝、菜肝和浪肝的衣服之外 其他什麼都沒有 馬姐不喜歡在家裡穿鞋 不會, 不會不穿的 每個人都穿鞋 雙鞋, 雙鞋可能是他跌到地上 一段時間不知道要去哪裡 被打球嗎?要去嗎?要去 沒錯, 聽聽周舉的那份口供 事發當日… 我在馬姐的房子打掃 Sofre說上天台收衣服 過了一會兒, 我突然聽到啵一聲 我就衝出去露台看看發生什麼事 誰知一看下去 竟然看到Sofre躺在地上 我看上天台, 看到那支鐵枝好像破壞了 我猜是Sofre收衣服的時候 用了那支鐵枝借力 所以不小心掉下來 然後我就立刻去報警 沒多久, 警察就來了 我…等等, 周舉又說在騎樓那裡 看見天台的鐵枝破壞了 我在騎樓那裡看不到天台 會不會是你太矮看不到? 臭小子, 看不到不出奇 因為其實連我都看不到 那就是周舉又說謊了 隨時他就是真兇 說謊又怎麼樣?證明不了什麼 我怎麼也不相信周舉又是兇手 那你把他拘捕回來問清楚就行了 對了, 你一碰到那些女人 他們就說親心話了 幹嘛要追著周舉又? 其他人可能是兇手 那不是他, 還有誰吧? 這個謊言也可能是 證據呢? 現在沒有, 我查一下就有了 我現在還找證據回來給你看 聖誕以後人目高回來了 接下來愛攘不見 就是偶尖地忍心, 一躋With 你間出來闓風, 偶尖地向南迫你 你的手藏了甚麼?拿出來看看 拿出來看看 你為何把我的照片拆出來? 我喝醋,我知道你有跟別的女生拍沙龍 我不喜歡,我要你把他燒光 好,那我就把他燒光了 這麼捨得? 就是最珍藏的不在這裡 好,那也讓你猜到 好的東西當然放在甲紋那裡 那條鑰匙在我身上 自己來拿 你做過的女人,我甚麼都給你,對不對? 怕甚麼? 走開 死伯,你別裝作矜持 什麼事?你別裝作矜持 救命 救命 我一定要找到證據幫女神洗脫嫌疑 女兒… 小心啊,發生甚麼事?你的衣服 我沒事 又是你?我跟你說,這裡沒你的事 你走吧 那句話就是我的事 你有甚麼要跟我說就行了 臭小子做的,買棺材也不知道訂購 不知道訂的是誰 你真厲害 不如我幫你按一下腳 來,給我… 好些什麼? 好很多了,謝謝 謝謝 其實你為何不問我之前跟古東發生甚麼事 其實我不想知道你們發生甚麼事 我更不想知道你們有甚麼關係 我只知道無論甚麼事 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既然大家是朋友 我會影響你身邊支持你 不如走吧 好,我送你回家 但是我不想回家住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訂閱吧 按下鐘、訂閱吧 按下鐘、訂閱吧 按下鐘、訂閱吧